台中向上路一间知名的烧肉店 今天下午是发生了火警 警消也派出19辆车 共58人努力的灌救 而30分钟是顺利的扑灭火势 但是却在厨房里面发现两名员工 而中山一大也证实 这两位都是在笑声 而他们在火在现场 也都一度失去了呼吸心跳 送医之后 其中一名20岁的郑姓男子不幸身亡 另一名23岁的彭姓男子 还在家户病房抢救当中 农烟不断窜出 还伴随火光爆炸声响 场面相当惊悚 交通警察赶紧帮忙 疏解车潮 一旁住户拿灭火气蒙喷 这里是台中向山路的一间烧肉店 在下午四点半左右 突然窜出浓浓白烟 附近诊所的护理师也被吓到 就怕被波及 我看到的是 爆炸的声音都很大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架水线 扑灭火势 但没想到入内搜索时 却在厨房内发现两名员工 现场是一个休息中的一个烧肉店 然后有两名员工 因为我在后方 所以逃生不急 然后我们救出的时候是都呈现火卡 学长学弟感情好 趁假日相约打工 没想到遇到餐厅起火 消防队花了30分钟把火灭扑式 但却在厨房发现倒卧在地的 20岁郑姓男同学 以及23岁彭姓男同学 两人当场昏迷失去呼吸心跳 而郑姓男子送医后 仍旧宣告不治 彭姓男子亏负生命真相 不过情况人不乐观 还在加护病房抢救当中 现场还疑似温度太高 传出消防人员身体不适 不过努力营救火灾 却还是传出汉事 对此中山一大也发出声明 证实两位都是职安系的同学 发生这样的汉事 学校市长也在现场协助后续 别人休假出去玩的时候 他们努力打拼工作赚钱 没想到一场无情火 却夺走学弟性命 要双方家属怎么接受 记者综合报道